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交部長吳昭謝代表國政府來接機 而在下機之後 會依照是國賓的領域來通關 外交部也會派領車接送離開機場下塔飯店 按照規劃 獲勝在29號晚間 將會在京華酒店來舉行訪台的記者會 結束之後 行政黨蘇院長會設晚宴來款待 30號下午會到總統府跟蔡總統會面 而蔡總統在30號晚間 同時也會設宴款待 4月1號就要南下來參訪我國的船舶製造 還有水餐養殖業 預計在中午就會跟台帛流泡泡手批 要到帛流的旅客 他們要搭乘同一個班機回到帛流 同時吳昭秀也會代表來送機 而外交部表示 這也是呢 這輝瑟人在上任第一次之後出訪 同時也是疫情之後 首次到訪台灣的外國元首 這意義可是特別重大 而另外外傳在4月份台灣 會來有第一階段的一個解封 疫情指揮中心在今天也做出了回應 發言人周恩祥表示第一階段 必須等待世界衛生組織 公布了抗體的效力指引 才能夠有動作 而根據他的了解不會這麼快 而至於在博總會算訪台 也成了大家關注矚目的焦點 周恩祥表示 其實反台前他已經採檢 入境之後不會再做檢驗 他的所有行程動線都會特別的分流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目前就是在 還在幕僚會議的討論 那當然是以這個是方向 那至於說有謠傳說 WGO4月會出這個 所謂的抗體的指引 這個因為它上面寫據了解 那據我了解是沒有 那可能他什麼時候出來 我不清楚 那這個部分可能要有了解到相關來源 再說明一下 我是據了解是沒有 那所以未來到底 當然就是說 因為他事實上是需要透過臨床試驗 去針對有打疫苗 那最後又被感染這些人 都要去追蹤他們的抗體 所以他需要一些時間 那是不是4月就可以做出來 那另外就是做出來之後 也要看他是到底 他講的是 可能也只是針對這個疫苗保護力的 這個來做一些說明 那事實上就是說 要讓國內的這個檢驗 如果都是要做所謂的 中和性抗體的檢驗的話 那是不是有其他一些期待的方案 比如說他就是都要在這個P3的實驗室檢驗呢 或是說可以有比較簡單的方式 例如長庚最近有出了一個 他說在一般實驗室檢驗就可以做出來 那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這事實上都還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那是不是說那個指引出來之後 那就可以立刻上路 那這個事實上還是需要後續的一些規劃討論 那需要再針對這些跟專家討論 那有一些共識才有辦法 他今天下午4點會來台 那他在來台之前3天就會在柏柔融進行PCR的採檢 所以他入境之後不會做檢驗 那只有在他在離境前會做會進行PCR的採檢 那他在這邊如果進到飯店的話 那他會有專門的專用的出入口 還有速速樓層會設置這個酒精乾洗手液 還有進行體溫的量測 也有專用的電梯獨立的用餐專區 那至於他的私人行程 或是一些公開行程的部分 那他這邊我們的建議是要全程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踩實名制紀錄 他每天活動所接觸的人員 那也避免前往人多擁擠的場所 另外針對他這出入的場所的地點 我們也會先事先規劃出入的動線 避免跟其他民眾的接觸 那這邊外交部也會派專人全程陪同 還有落實各項的一個防護措施 好 看到高雄大港開場 是湧盡有上萬粉絲氣氛很High 但是防疫破口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帶你看到原口罩沒戴好 甚至也沒戴還有到處吃東西 很多家長不滿破文抱怨說 大港照常舉辦 但是自己女兒的音樂比賽 因為疫情停辦了 認為說真的很冤枉 也質疑說政府在防疫的部分 難道也是雙重標準嗎 高雄舉辦大型演唱會大港K唱 現場人潮汹湧 但防疫措施可沒好好遵守 有人口罩戴一半 甚至整個拿下來 吃東西也沒有在規定地方 難怪會有家長不平衡 再臉書抱怨 家長為自己的女兒抱屈 認為人數眾多的演唱會 照常舉行 但停辦的反而是台下 只有評審的音樂比賽 希望改延期 但還是確定終止 學生甚至只能放棄讀音樂班 讓家長忍不住大嘆 真的停得很冤枉 防疫不能夠雙標 藝文類的競賽 的確都被教育部 把它停止了比賽 那有許多家長跟學生 看到包含大港開唱 甚或HBL這些籃球比賽 有這麼多的人的時候 難免會覺得心酸 就是為什麼別人可以 但是我們不行 政府防疫IP太雙標 網友也嘲諷 人家唱的是台灣價值 怎麼可以停辦 大港裡面的都能投票 你女兒有投票權嗎 絕青大型集會怎麼能動 雙標檔日常 畢竟先前HBL總決賽 衛福部長陳忠也受邀開球 總統蔡英文 更親自頒發冠軍獎盃 規模更大 選手間零距離的賽事 都能舉行 學生的升學音樂比賽 卻連研辦都被拒絕 這讓家長如何接受 防疫的措施方面 要有一致性 取笑這個比賽 他們有什麼配套的方式 讓孩子們不會失去他們的 那個所謂的升學的權益 教育部也應該要講清楚 以防疫為由 停辦學生競賽 但顯然還有更大的防疫破口 蔡政府卻視而不見 恐怕很難讓家長和學生 不懷疑防疫沒雙標 記者謝文 詳許郭豪 台北報導 好 又是個雙標 蔡政府能源政策目標是 2025非核家園當中 核電將會在2025前全數歸零 在24號清城 核四最後120數的燃料棒 已經悄悄運出 核四公投領先黃世修就說了 其實需要核電已經全民共識 但是民進黨政府現在不顧民意 加速來運出燃料棒 部分的媒體也來配合製造 重啟無望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是在抹殺人民公投 來決定國家外的選擇 黃世修就說了 因為核燃料製造只需要18月時間 但是民進黨現在 你一個短設政策 會造成全民要付出更高的代價 核四電廠當年就沒有完整完工 建造早已過期 馬前總統封存後 所有的相關的設施也已不在 當年的團隊都已經解散 我們看到日本湖島核災十年了 還有幾萬人 日本四萬日本當地居民無法回家 我們觸目驚心 我們看到還有人在倡議 要重啟核四 真的不可思議 那美國有大量的核電機組 都已經研育到60年 甚至有些機組要研育到80年 從來都沒有燃料棒斷供的問題 核四是一個相對新型的 ABWR的反應爐 那在日本也有運轉中的同型的基礎 那核四的燃料棒被送到美國 其實它隨時可以取回來 或者是我們隨時可以跟燃料的原廠 訂新的燃料棒 那大概需要12個月到18個月就可以了 所以它完全不影響重啟的可能性 那這邊要特別一提 就是說核四廠總共有1744數 那當初這些燃料是建廠合約的一部分 那大概價值82億元新台幣 然後從2018年開始陸續送出 這筆錢其實就是有全民買單 即便是我們在2018年的 以核氧率公投通過之後 虛用核電也是全民共識 那這一批燃料棒 它總共可以發500億度的電 那也可以減碳4000萬噸 那現在如果以台電的成本來估算 這1700多數的燃料棒 總共可以為台電省下2500億元 新台幣的替代成本2500億 已經接近一座一整座核四廠 所以燃料棒外運是完全不影響核四重啟 而且這批燃料棒可以發揮 非常非常龐大的一個產值 這是全民的資產 但是民進黨這種非核家園的 短視盡力的政策 卻造成全民要負擔更高的代價 那我們一再的嚴正抗議說 核四燃料棒送出 這個從來都沒有經過立法院決議 那個政府不斷的在帶風向 尤其今年8月28日 終於要核四公投了 然後他為了怕最近 藻礁公投跟核四公投的熱度 被炒起來 所以他特地的在這一次的 最後一批的燃料棒送出 特地的帶風向說重啟無望 所以我希望社會大眾能夠明辨是非 能夠思考一個這個嘗試的問題 當你一台車的汽油被抽走了 你是要把整台的新車給報廢掉 還是說我們應該把這台車給救回來 我們希望台灣人民在8月28日的公投 能夠做出國家未來的選擇 除了電的問題 現在要來關注還有水的問題 現在大家有沒有開始儲水大作戰 在聊天室裡頭 如果有中部的朋友 也來趕快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樣要來抗旱的呢 中部地區4月6號開始要實施 公五庭二的限水措施 也就是說一個禮拜有兩天 是沒有水可以用的 要洗手 要洗頭 要洗澡 洗衣服 很多民眾趕快假日來到 藥妝百貨採買 像是免洗衣褲等等商品 一進入藥妝百貨 鎖定目標 免洗內褲乾洗手 乾洗髮 先抓了再說 可以不要用到水的一次性商品 最近賣得很好 因為中部地區4月6號開始 實施公五庭二的限水措施 一個禮拜至少有兩天沒水可用 洗手 洗頭 洗內褲都成了問題 洗頭 我們每天都想要洗 可是這樣子的話就不方便 用的穿的能買回家的先買 業者說這兩天免洗商品的銷量明顯增加 免洗類的商品 其實特別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在這鍋新聞之後 其實業績大約成長了一到兩成左右 搶購的商品還有這個 橘紅色的水桶 原地幫的擺在店門口堆成一面水桶牆 工作人員忙著下貨 這批送完晚上還有 補貨補不完 進貨一千多個 半天就賣超過一半 業者說近期水桶水瓢的銷量 跟過往相比增加了七成 水桶水瓢免洗內褲乾洗手 民眾通通搶滿要做好 抗旱準備 就台中綜合報導 兩年一度的余光島藝術節 正式回歸 在今年是安親之旅為主題 在台南安平的余光島 來展出有13組的藝術作品 週末還有導覽的活動跟市集 展期到4月18號 喜歡大自然的朋友 把握時間來體驗大自然之美 2021余光島藝術節療癒登場 樂團在開幕儀式現場 胡云藝術節主題用迷幻搖滾的曲調 唱出城市情歌為活動增添不少看頭 余光島藝術節 回歸今年以安親之語為主題 再度稱霸海線最美 邀請13組藝術家以及團隊 把沙灘樹林當作畫布 打造屬余光島獨一無二的裝置藝術 日用音樂和影像 將聲音視覺化還有民眾特地來朝聖 看那個紅色那個 還有那個水晶球那個 你看完覺得 還蠻漂亮的 而且很厲害很厲害 我們本來就有安排要來余光島 只是沒想要剛好遇到 遇到藝術節 充滿了森林 充滿了音樂 充滿著藝術品的一個藝術饗宴 我們很高興大家來到余光島 敞陽在這個自然景色 自然美景跟藝術品中間 藝術節期間每天早上10點到晚上6點封島 建議一般遊客可以搭乘免費的接駁車 或步行入島 展期到4月18號 週末假日還有導覽活動和漁光市集 歡迎旅客來到漁光島 體驗大自然之美 記者台南綜合報導 好 剛看到這個中部缺水 看到陳美玲她買了17個儲水桶 現在大家都蠻擔心的 還有烏鴉說她要去水溝洗澡了 相信你應該只是開玩笑的 但是還是一樣 確實水在減少當中 所以當然大家還是要注意 盡量是節約用水 那也希望趕快下一點雨 能夠下在水庫 讓缺水情形能夠好好的緩解一下 那持續再來看到是美中角力 現在延燒到中東了嗎 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在26號 抵達了伊朗的首都德黑蘭 來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 並且在27號就跟伊朗簽訂 是25年的雙邊合作協議 範圍涉及了政治戰略經濟合作 但是具體內容 雙方都沒有對外來透露說明 而在美國對伊朗實施制裁的時候 現在看起來中美較近一位十分濃厚 現在這一份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協議 是由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 跟伊朗的外長查瑞夫代表來簽署 當中主要內容就是大陸 將會在伊朗投資4000億美元 折合新台幣11.4兆 這當中涵蓋了有石油採礦 各種能夠促進伊朗經濟的工商活動 希望藉此能夠獲得穩定的石油供應 而這份協議很可能會加深 大陸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並且削弱美國企圖要孤立伊朗 以及來限制對方核武發展的一個努力 看起來現在美中的角力之下 整個戰火持續來延燒 而再看到在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之後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就立刻 也來跟俄羅斯外長會面 還發表聯合聲明 接著再來到出訪中東六國 有分析就說了這樣一個作為 除了要尋求中東國家 對大陸在新疆問題的一個支持 更重要的是在外交領域 尋找夥伴要抱團取暖 並且構造全球統一的戰線 二國有媒體就說了 美國繼續的施壓 反倒是讓中俄兩方 走得越來越靠近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 則是引述了俄羅斯報的報導說 面對華盛頓繼續的施壓 俄羅斯跟大陸展現一個充分的互相理解 好看起來拜登政府的政策 進一步加強了同樣對 美國不滿的二中之間 現在他們更是成了重要的戰略夥伴 不過大陸上下現在圍剿國際 評價品牌HMM 這實踐這事情失去的發酵 包含了實體的店面被迫關閉 大型商場乾脆把整個招牌都給拆下來 還有人在店裡頭購物居然被人狂罵 要愛國不要再買了 而在北京再增加了制裁對象 現在這股反制力道 能夠使得外商屈服嗎 這各界的看法很不易 大陸上下對HMM等國際品牌的抵制潮持續發酵 從新疆到山東 哈爾濱 四川等多家實體店面暫停營業 商標被不蓋上遮掩 如果不採過新疆的棉花的話 就屬於把中國盤子在外 那中國也可以把它盤子在外 這是很正常的一來一回 大陸外交部宣布 針對美加對新疆有關人員和實體實施制裁的行徑 祭出反制 禁止相關人員入境大陸 香港及澳門 並禁止大陸公民及機構和他們交易往來 對象包括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主席曼欽 副主席博金斯 加拿大眾議員莊文浩等等 大陸駐美大使崔天凱抨擊 美國打新疆這張牌的背後用意 就是要阻斷大陸發展 也有學者認為北京過去就曾禁止 進口澳洲紅酒 台灣鳳梨和挪威鮭魚 像這些國家施壓這一次的新疆棉事件也是如此 但運用強勢的輿論壓力和經濟綁票來達到政治目的 可能造成反效果 反而讓國際社會更加關注新疆議題 而且歐美國家禁新疆棉 將對大陸紡織業造成極大衝擊 歐美日的訂單一旦離開大陸可能很難回來 北京這一波反制能持續多久 效用多大各界矩目 記者最後報導 美中冷國在阿拉斯加會談之後 關係沒有好轉 反倒是對立的情勢還升溫 最近還因為新疆棉的爭議開始 相互的制裁進入到一個情形 看起來是越來越狀況越危急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昨天也針對中美關係表示說 包含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 現在已經成了中美兩國對立的前線 安倍就警告日本需要抱持成為印太地區前線 認知跟心理準備 好 這也代表美國的衛交戰略 現在已經移到了印太地區 安倍更說 這代表美日安保條約變得更更更重要了 好 不過新疆棉問題 現在大陸民眾是發起了要來抵制外國服裝品牌 美國指責這是大陸主導環球時報評論說 美國政府對跨國企業跟大陸市場衝突 進一步操弄以及生動 在這個報導中就說了 去年9月美國給予新疆棉花生產上面 是表示強迫勞動的罪名 要求進入美國的紡織品不得使用新疆棉花 並且迫使跨國服裝企業聲明 他們的產品不使用新疆棉花 表示大陸民眾是自發性對企業的聲討 而美國刻意惡意製造罪名 這才是一個篡改商業道德 才會使得嚴重的衝突會更加的望上眼燒 國際關注迫害新疆維吾族議題 大陸外交部再宣布制裁 美國加拿大總共三個人是一個機構 禁止入境入港澳 也禁止大陸公民及機構跟相關的人 有實體的往來 加拿大總理杜到了今天就說了 大陸對於兩位美國宗教委員會的官員 還有一位加拿大國會議員的制裁 是讓大家沒有辦法接受的 他在社群網站也發文了說 將會跟國際夥伴持續來捍衛世界各地的人權 而加拿大的議員莊王浩澤說 把制裁視為一種榮耀 而且制裁對他沒有影響 因為他沒有計劃要去大陸 不過另一個再來看到同樣被大陸制裁的對象 就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今天譴責了北京 試圖要來動會為人權自由來發聲的人士 讓他們晉升 這只是讓國際對大陸在新疆作為的監督力道 還會再更大並且重生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歐盟跟其他盟友 站在一起來督促北京 停止侵犯新疆維吾族人群 還有其他少數民族的人權 並且要來釋放遭到任意羈押的人士 所以他表示說 現在國際監督力量只會持續更大 不過美國總統拜登日前因為召開了記者會來 痛批大陸說 大陸想要成為全球第一個強國 有我在休想 拜登這樣的一個強國論 大陸駐美大使崔天凱在接受央視專訪就說了 這對大陸發展目標的一個很大的誤讀 也是對當今世界潮流一種很大的誤讀 我覺得這背後實際上反映了世界上 美國還有其他有些國家 一些政治勢力想要遏制中國 分裂中國打壓中國這樣一種企圖吧 所以他們才不惜工本也沒有底線 製造了很多很荒唐的謠言 在世界上利用他們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到處散播 所以我昨天也提醒CNN的記者 我說當年你還報導過伊拉克戰爭 你們當年講那些伊拉克的所謂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故事 後來講的敘利亞利比亞那些故事 你現在還敢出來講嗎 事實證明這都是捏造的 我覺得特別要警惕的我也願意提醒 某些跨國公司的 就如果他們服從於一些利益集團的特殊需要 故意去擾亂甚至破壞市場的運作 破壞國際供應鏈產業鏈的正常運作 這就開了一個很危險的先例 他們要想好 這個對於整個世界經濟 甚至對他們自己公私利益 這意味著什麼 說到底就是要分裂中國 就要阻礙中國的發展 要阻斷中國的發展進程 阻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我一直覺得很多事情 很多他們的一些做法和政策背後 說到底還是有種族主義在作怪 新疆棉引起的全球專業話題還在延燒 大陸除了政府跟民間 開始對一些歐美的服飾品牌 發起了抵制潮 大陸國家棉花產業聯盟也發表了聲明 表示會攜手國內企業支持新疆棉花產業 同時還將提升大陸棉花 自由品牌的國際影響力 包含了快時尚品牌H&M等 在內多家歐美服飾品牌 去年曾經發表聲明 表示他們關注 新疆少數民族遭到強迫勞動 結果引起了大陸官方不滿 大陸民間也發動了抵制 戰火燃燒到了Nike以及愛迪達 還有部分的國際精品 除了抵制的行動 大陸國家棉花產業聯盟發聲明 表示會結合大陸國內愛國企業 繼續來支持新疆棉花產業 並且來提升自由品牌 並推升國際的影響力 而今天看到在全美大約是有60個城市 舉行類似的集會 除了亞特蘭大 紐約 舊金山 洛杉磯等等 他們策劃各地示威的反戰 反種族主義團體的一個聯盟 來看到現在他們表示說 2019冠狀病毒疫情以來這一年 仇視亞裔的暴力行為 越來越激烈 認識的每一個亞裔人士 都是騷擾攻擊的受害者 被唾罵 被怒視 人們看到他們還會閃開 在這個月16號 亞特蘭大有三家按摩水療館 就發生了血腥的相擊案 造成有八個人喪命 當中有六名的受害者 是亞裔的女性 現在全美非常悲動 也害怕疫情期間 這仇恨的犯罪還會持續的升高 而根據這灣區ABC的電台報導 這一項在社群發起所謂的挑戰 要煽動美國青少年在灣區大眾運輸 或是公共場所來伸亞裔耳光 當中有天文指出 在灣區19號已經發生了一起 跟挑戰有關的攻擊事件 另外有一名推特用戶說 一群至少有五個人的青少年 他們就在大眾運輸上 來打了亞裔的耳光 針對的都是老年人跟女性 還請大家特別小心 而前幾天在紐約發生接連針 針對亞裔攻擊事件 現在西亞表示說 要來擴大紐約市警察局 並且還有便衣警察 要現在看到這個亞裔的部分 在這個週末開始 這些亞裔的便衣員警 就會在地鐵 超市 跟其他地點來巡邏 好 就是要來阻止 針對亞裔這樣一個攻擊事件 根據警方的統計 今年到現在已經發生 26起事件了 當中有7個人被逮捕 12起當中涉及了攻擊 還有三起發生在上個週末 所以相較一下 在去年這個時候 並沒有這樣的攻擊事件 但是在今年 現在目前為止 可以看到這個情緒 還在旺上升 由於仇恨亞裔事件頻傳 因此在美國大約有60個城市 選擇在同一天舉行示威 以及抗議的活動 在舊金山可以看到大規模的群眾集結 許多年輕人拿著標語 有的穿著團結一新的T恤 這一次亞裔再也不沉默了 同樣在洛杉磯也舉行了大型的 反亞裔仇視抗議活動 儘管如此仇視亞裔的暴力事件 卻仍然在上演當中 因此亞裔許多名人也紛紛出來喊話 希望這一次在亞裔社區整體團結之下 能夠解決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 記者綜合報導 女們主題書來戶口 其實不太好 沒脱isiert 不太愛 非覺得啊 沒有貜貜 民穗 沒有貞權 大家 總是 天啊 數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天晚上9点钟10点钟 国际直球对决 live播出 由主播林佳元 邀请了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前立委郭正亮 以及前驻纽线大使旧文集 深入解析 同步在此评全球大视野频道双开 请您锁定 而美中会谈火爆交锋 只是前菜而已 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且立刻订阅我们全球大视野频道 这是中天新开张频道 等于是中天的国际频道 大家立刻订阅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可以来到中天电视的频道首页 找到最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logo就是全球大视野的频道 请点击进入全球大视野频道的首页 在画面右上方有个订阅键 按下去再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选择播通知完成订阅 而且在浏览所有的影片 记得也帮我们按赞留言 或是其他正面留言按赞 都能够帮助中天 请大家冲一波全球大视野的频道 看广告就是支持中天 请大家多多支持 广告要看完喔 陈柏维罢免案二阶段联署 希望在5月10号之前 能够追求到有4万份的联署书 参加团体现在持续的进行扫接 要大家下架不适任的立委 领先阿文 翟神 朱雄还南下赞相 他就说了 陈柏维的朱队友真的很多 而且4月6号台中供水 进入到公务庭二 身为台中立委到底做了什么 平常喜欢批评别人 这个时候怎么不出面来评论政府呢 陈柏维的朱队友真的很多 原来他这一段时间 都要认真跑行程 都要认真想骂 让大家觉得他有很认真 虽然他其实不太认真 但用这个方式是正确的 可是他身边那些激进党的人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选票 或自己的知名度 不停地帮他挖洞 什么招没有 又讲是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都快要把自己埋起来 你还说是国民党 还什么黑暗三部曲 公投通通拿来做 因为要藻礁 因为合适 所以要毁掉台湾 旧本节 陈柏维的敌人不够多是不是 原来只有罢免这一群 是这个选区 结果你现在跟全国的罢免宣战 所有的公投 你都要跟他为敌的话 陈柏维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做 接下来台中地区 要攻五停二了 天气这么热 水不攻水 很辛苦 很不舒服 陈柏维有做什么 你去看陈柏维脸书 陈柴维脸书就告诉大家说 可以去这边淋水 那你有没有评论政府 是不是前瞻的水资源 没有做好呢 你有没有评论政府 民生用水 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的调配 没有做好呢 你都没有 因为你不敢 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 为什么没有人替他们 帮中央争取更多的水 更多的资源 那你家里停水两天 你一看到那个水龙头 你会没水 难道你能讲说 我支持陈柏维 因为我要抗中保台 都没水了 你支持什么屁陈柏维 叫陈柏维帮你争取资源 帮你争取更多水 但是不好意思 陈柏维不行也不敢 如果没有水的话 这边居民怎么会高兴 我觉得陈柏维自己 要好好想一想 对抗罢免就是做好事 但现在你没有做好事 我们还是希望陈柏维 面对现实 针对我们提出来的问题 去回答 那如果他真的觉得 他有像他讲的 这么多的一些不公不义 那麻烦证据请拿出来 对去证明 而不是用抹黑贴标 被称文是科兵网军头的 邱玉凯升任 悠欧卡公司的总经理 国民党智库副董长 连胜文就批评柯文哲 把公家职务当成了 私人的军火库来培养 在今天柯文哲就回呛了 他就说连胜文 担任悠欧卡董坐的时候 是军火库的库长 两个人一来一往会要为始组 他以前不是优惠欧卡董事长 当时他是军火库的库长是不是 以前不是当优惠欧卡董事长 那你以前去当那个是当什么 是军火库的军火上还什么 他说他就只有带一个徐宏廷去而已 离开的时候也把徐宏廷带离开 是吗 他是这样讲 那我们带我们几个人去 你讲 带多少人去 不好 徐宏廷带几个人去你讲 没有 所以 今天假日我们要心平气和 这样的公共的议题都有一定客观的标准 应该就事论事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不要说因为被戳中了痛点就暴怒 因为这个他年纪也不小了 这样对身体可能也不好 所以我会建议他要记得定时要量血压 这样比较好 我自己是医生 水压高气都会开药 我们都要在控制 我跟你讲是这样 要记住一句话 有一句英文成语 住在玻璃屋的人都可以丢石头 这叫什么意思 你住在玻璃屋里面 那你像会丢石头 人家石头丢回来就惨了 所以是这样 其实我们 我知道他们常常会要打什么无心市政党政 坦白讲我们是非常认真在从事市政工作 我相信在台湾的这些限制搜查里面 你觉得我们大家心里有数吗 我们是真的很认真在工作 所以说常常在讲我们的党政部分 我跟你讲 我们都非常地树立的 然后也就 所以这样 我们一定会在国家的华力换能力去做事 常常是这样 别人在批评我们的时候 你用同样标准在管去看你们自己 你们经得起检验吗 我们也没有特别 没有必要再去跟人家过水战 其实我们都还是一样 认真工作 认真的过敏 这还是我们比较正确的一个工作的态度 介于健康跟疾病之间的灰色地带 被称为亚健康 没有生病 但是你的身体常常会觉得好像不是很舒服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听营养师怎么说 如果当你身体有便秘 肥胖或者是青春痘 皮肤莫名其妙骚痒 我们精神有的时候常常不济 或者是常常吃外食 除了健康与疾病 其实还有一块灰色地带 叫做牙健康 虽然没有生病 但其实体内已经累积不少毒素 营养师建议日常饮食 多选择天然食材 自己烹煮比较健康 而一般人普遍生活忙碌则可以透过 营养保健品来辅助 我们来看一下可亲素可以在这些 我们平常日常喝的饮品里面 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 大家看一下 我在搅拌的过程 底下会有一些奇怪的沉淀物 它能用正负电的吸附原理 把人体内在负电的脏东西 给吸附排除掉 而且它拥有很强大的 吸附力 分解力跟排除能力 能够带走我们体内负电荷的 一些细菌 毒素 农药 一些余律的成分 还有一些盐 还有重金属跟糖 还可以排除我们的脂肪 糖分 把我们体内的一些废物 还有一些毒素通通的排除掉 市面上甲壳素产品众多 该如何挑选 营养师也建议要认明 有国家级认真的产品 可亲素是目前唯一一支 有健康食品小绿人的标章 的水龙性甲壳素 而且是世界顶尖的水龙性 人体吸收率有100% 这样子吃的效果才会好 再加上它有透过台大医学院 非常严谨的安全性试验 这样子它的功效性 还有安全性都有保障 我们吃的也不太好 立刻加入中天会员 每月小而散注中天 支持中天维持营运 加会员方法 请到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找到加入键 点下去完成程序 不知如何加入 可打中天客户电话 有专人交纸 好来看到现在面临到个 缺水的危机 但是苏任长怎么说呢 他说政府三年多前 已经超前部署 进行了超越饮水 挖掘抗旱水井等等工作 但是三年前的行政长 是赖清德被质疑说 现在你是不是想要 把这样吹水的问题 都甩锅给赖清德呢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 就炮轰了 说民营党内部权力斗腾 真的是很可悲 现在大家应该 稍来关心水的问题 怎么会是有一个甩锅的阴谋呢 我们台湾面临56年来 第一次老天也不下雨 如果雨继续不下 我们真的非常忧心 而这个干旱 是百年来最大的干旱 如果不是蔡总统散任后 我们超前部署 我们做了很多越域饮水 像从毁碎水库 大量饮水进入新北地区 所以员工新北地区的 十门水库用水 就能每天20万吨到新竹 而我们十门水库 桃源到新竹的水管 也在王美化部署上 督促下提早完工 而我们各地的抗旱水井 都有优先开早 各地海水淡化 以及污水再生循环使用等 也都有优先超前部署 或者早已经陷水了 苏贞昌院长说 要不是三年提前部署 那么缺水的情况更严重 这道道地道是 民进党内部的权力斗争 苏院长现在清楚的讲出来 他现在指着剑指着 那时候三年前 当行政院长的赖清德 所以我们看到 苏贞昌最近 他的一些作为 基本上非常强势的 警戒的人士一把抓 工股航库的董事长 董总人士一把抓 然后企图型非常的强 所以他说 这个没有未来的企图型 其实没有人相信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缺水的问题 他讲的话 他讲说线水要分蓝绿 是天方月潭 我都认为他讲这句话 就是道地的一个天方月潭 因为大家都知道 苗栗县它本身有水库 而且供很多的水 给其他的外宣室 台中的话 因为台中市长 卢秀院频频频地炮打中央 有关中火的事情 那么这两个县市的县市长 基本上都是南军执政的 那么这两个地方 为什么缺水 从这两个地方开始限水 当然外界就很多的质疑 结果那么苏院长 这个质疑 甩给了三年前的行政院长 他讲说天皇月潭 那么他也提到 要不是他做前瞻计划的话 那么现在可能很早就限水了 这句话也是乱讲一通话 我们都了解 实际上我个人的经验是 气象局长 每年都会提供这个资料 给外界或者给立委知道 去年底我大概就知道 今年一定会缺水很严重 可是我们看到政府的对策 就是没有对策 那么现在苏贞昌 又把他自己的施政无能 甩给前任的赖清德 其实我个人的基督是 民进党内部的权力斗争 再一次的上演 就是这样子而已 非常的可悲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昨天召开了一场 互线保台论坛 前新北市长朱宜伦 在会中也建议 说两岸关系的基础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 跟国民党党章 一中各表的一中 是中华民国 反对一国两制 两岸最大目标是和平 两岸关系要求是要 求同尊义 才有可能投不往前 但是也不能够害怕得罪北京 要捍卫民主自由 我们带你来看 国民党的两岸论述 第一个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希望两岸和平 我们的基础就是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中国国民党的党章 按照这个宪法 按照这个党章来推动两岸关系 一中各表的一中 很清楚就是中华民国 我们坚决是反对一国两制的 两岸的交往 他有一个重要的精神 就是希望求同尊义 当然台湾跟大陆之间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曾经提过很多次 我说求同尊义还不够 就是希望能够相互尊重 求同尊义能够相互尊重 这样两岸才能够更和平 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论述 那你认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还会存在吗 还需要存在在国民党内吗 它的最重要的 九二共识当时就是一中各表 这在我们党章写得非常清楚 绝对不是一国两制 那一中各表的一中 我们讲得很清楚 就是中华民国 好 又来看到关于这疫苗的问题 现在这个疫苗开打 但是陆续其实在这个反应上看起来 好像不敢打的人还是比较多 好 来问看大家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有位朋友来抖内 但是他很低调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抖内了 但是他说不要点名他 好 谢谢你 谢谢这位网友 那也谢谢你的加油打气 谢谢大家 那持续也支持我们 另外也看到现在陈凯生 好 跟你打招呼咯 欢迎大家午安 也把直播连结分享出去 刚刚提到这疫苗开打了 如果说现在开放大家打 你敢打吗 敢打帮我加音 如果你觉得也要观望一下的话 也在这边来告诉我 你敢打帮我加音 再来看到是陈忠部长 他就透露说 当疫苗涵盖率不足 入境者只要持海外施打 新冠疫苗的证明 就可以比照中低风险国家 也就是申请缩短7天的检疫 这同时也包含了大陆疫苗 他强调 施打疫苗是必要条件之一 所以不管是哪一国 只要打过疫苗就好了 那当然就是说 也要考虑到边境的开放 跟疫苗的效益 那这疫苗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的疫苗有打过 它当作一个申请的条件之一 申请它可以变成一个 以前我们有低风险国家 中低风险国家 那我们现在是在考虑说 有打过疫苗的人 是不是可以把它列为 中低风险的人士 那这样把它缩短检疫的时间 那考虑说 那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条件 那当然也是PCR医院信的证明 那疫苗也是考虑了一环 那至于在台湾未来 要进行到7天 我们比如说从14天 所短到7天那7天要经过 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个检验 那才会放行 那至于说条件里面 那疫苗是哪一种疫苗可以 那我是说不需要卷入 这种疫苗的这种争议 那只要有这样有打过的 我们就认为是申请条件之一 但是申请的结果最后 还是要经过我们当地 我们的检验 那检验可能会包括PCR 可能会包括抗体等等 那只要专家来决定看用 怎么样的一个检验 才能够让我们眼见为实 我们要在区分里面 那还要考虑说 那疫苗的证明是不是真的 哪一个厂牌可以 那其实这争议很大 那我们觉得防疫不需要卷入 这样的一个争议 他只要有提出证明说有 那就是一个申请条件 但是最后能不能就是如期 像7天能不能放行 那要经过我们这边的检验 那才可以 至于检验的药件 我们当然会有PCR 那有抗体 那就是要采取抗体 哪样的抗体来检验 才能够证明他身上有抵抗力 那这要专家来做决定 饮食不正常加上遗传因素 都可能会导致高胆固醇的问题 要如何远离心血管疾病 我们听听专家的建议 胆固醇是人体自然的一个营养元素 等到它高到一个程度 时间过久都没有控制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伤到我们的血管 塞住哪里 哪里就中风 比如说眼中风脑中风 塞住心脏就是心肌梗塞 坏胆固醇是心血管杀手 医生更点出瘦子 也会有高胆固醇的问题 营养师建议日常饮食 多吃高鲜植化素食物跟好油 不过外食足难免不方便 可以透过健康食品来辅助 其实我会推荐大家可以选 这个富方358红麴磷虾油 那在红麴这个部分 其实实验已经告诉我们 它对于调降血脂的效果 是非常非常好的 磷虾油其实里面富含了 抗氧化的Omega 3 EPA DHA 虾红素还有磷子质 红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Monacolin K这个红麴素 它已经证实 可以降低人体内的胆固醇 那另外讲到磷虾油 它就是一个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的来源 它里面含有的成分 是EPA跟DHA 那EPA基本上 就是帮助我们保护心血管 不要让心血管硬化产生心血管事件 还有一个DHA 它就是让我们的神经认知功能 比如说记忆力退化 或者是视神经 尤其是眼部的神经 这些会得到非常多的保护 它里面其实加了葡萄籽萃取 还有维生素E 那这两个部分 其实它都是我们强烈的抗氧化的部分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 黏膜 心血管的部分 像现在大家其实疫情都很害怕 所以这些像是葡萄籽萃取跟维生素E 它都是一个很好抗氧化的功能 该如何挑选健康食品 可以掌握三大原则 我们要选择健康食品的小绿人标章 代表国家帮我们做把关 第二个部分是选择SNQ的国家品质标章 那这个代表品质有保证 第三个最重要 尽量要选择这种有医学人体实验认证 像我们这个红麒麟虾油 它有经过台北医学大学12周的 这个人体试验 确实有达到降胆固醇 保护心血管 全方位最棒的这个 很棒的这个保健功效 台湾大小是来关心一下 看到台湾市枫园区的铁工厂旁边仓库 下午一点多传出了火警意外 于是因为电线走火床下涨 一个大祸祸是非常的大 整个工厂三辆货车被烧毁了 还有外籍移工的电动车 现场前进状况 交代记者王百英 好的主播 仓库不停窜出 阵阵浓烟 画面触目惊心 好几名消防人员拉水线灌旧 工厂旁的仓库经常火警 现场是一片混乱 来看一下最新情况 下午一点多台中市枫园区 一家铁工厂旁的仓库 经常火警 老板娘在一旁神情紧张 怀疑是外籍移工的电动车 充电时电线走火亮货 来听一下她的访问 所以头哥你们那是 铁工厂旁的吗 没有没有 他们自己的 我跟你说他在那里 对啊 我们警告好几次了 所以不能在那边充电 铁工厂的老板娘抱怨 之前曾多次提醒移工 不要在仓库充电 没想到这回失货 烧毁工厂的三辆货车 以及多辆移工的电动车 但确切的起火原因 还得等火调科进一步调查厘清 所幸这起火警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将镜头交怀给棚内 好来看到呢 现在在线上聊天室1.1万人 好我们可以看到有路过的会营 好他点了叶大雄 好叶大雄看到你了 谢谢还有天地不容 看到你吴岳峰 谢谢你的支持 以及我们持续看到郭艺贤 说亚庭午安 好了很午安 还有很多人说台中真的很无奈 没错台中现在呢 马上接下来中部地区 要面临到缺水的问题 耕武停二限水 所以在台中民众请大家还是一样 如果说马上这时间到了 真的得要先做好准备 那接下来再来看到 是新美市三重 有一家大卖场的外头 有外送员跟女客人 居然起了冲突 一开始外送员 她是在车道这边等车位 那当时这妇人要把推车归位 她认为说外送员把她的路 给挡住了两根爆发了口角冲突 后来连妇人丈夫也交战局 两个人二打一 妇人整个火气非常大 还拿起了安全帽砸外送员 十分火爆 但整个过程都被旁边的民众 给拍了下来 抄起安全帽直接砸向外送员 帮马尾的妇人怒气冲冲 情绪激动 外送员挨揍 那吞了下去 想反击却被妇人丈夫抓住手 妇人丈夫在那儿 妇人丈夫当起和事佬 个头娇小的女外送员 把目标转移到她身上 卖场位大打出手 为了什么 因为她的推车就在我后面 我在等我旁边的停车位 她就开始说 冲突发生在27号下午 新北市三重 一家连锁卖场的机车停车场 这里道路狭小 机车推车争到屡屡上演 当时59岁灵性妇人 要把推车归位 20岁的唐心外送员 准备取餐再等车位 妇人不满 被机车挡路 双方起口角 进而引发全武行 很非常离谱 她直接对我出手 她一开始讲话的态度就很差 然后我也是好好的跟她讲说 如果你要过的话 双方坚持 对方有伤害和公然侮辱 相互提告 假日午后 一个取餐 一个买菜 意外爆发冲突 鼠媒平身的两人准备 法院相见 记者谢宏如陈玄 新北市报道 好 先来谢谢陈凯生的donate 他说被点到名很害羞 所以要请我喝一杯珍珠奶茶 好 感谢你 谢谢你的donate 你的支持 持续呢 也要来看到 好 除了这个陈凯生之外呢 还有谁 也在这边来跟我打招呼 可以看到 我们持续看一下 是谁呢 好 风潇潇 感谢你 感谢你的贴图 还有TJ 也感谢你 听我到底 感谢 那持续再来看到是 在嘉义有一名小货车司机 到庙里头进香参拜 但是货车的车尾板 疑似故障 他就拿着遥控器 坐在上面来测试 没想到突然 居然就往上升 结果他整只脚 被夹到了空隙里头 越来越紧 真的痛到不行 他不断的哀嚎 幸好救难人 赶快拿出破坏简 就花了一分钟 就顺利将他给脱捆了 手臂紧紧抓着帆布 小货车司机低着头 脸部表情全都皱在一起 深情相当痛苦 因为他整只左脚 被卡在货车翱道 拔不出来 司机痛苦不断哀嚎 翻起来 翻起来 专门人员拿出破坏工具 把货车尾板给锯掉 到底怎么夹进去的 珍惜画面拍下 小货车疑似故障 驾驶坐在货车翱道 拿遥控器测试 3秒尾板突然升起来 驾驶闪避不及 左大腿当场被架住 三架帮我下 三架帮我下 司机坐在那个 铁板那个后头 那个在修理 可能压似到 整个人被推上去 夹到 夹到腿 专门人趴在货车后头 帮忙押住翱道 因为就发生在27号下午一点多 驾驶到家一地档案参拜 准备把神轿载回台南 看下护照时 左腿却不小心夹进 尾板凤中 立即使用电动坏剪 将其尾板撑开 使伤者脱困 那发现伤者上处员 处5公分的尺列伤 朋友在现场帮忙拉尾板 但司机左大腿却越夹越紧 索性后来 中单人员赶到 及时拿出破坏剪 只用了一分钟就帮他脱困 包扎后送医没有大碍 记者我马家瑜 再一报道 好 看到方佑佑 好 雅婷我来了 再来看到 还有谁也在这边 吴富贵说 看这个影片 对 看起来真的很痛 幸好最后平安脱困 还有今晚来点 谢谢你的支持 方佑佑 已经点到你了 翁雪昭也说 加油没有问题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停车费 屡催不脚怎么办呢 北市府现在有新招 如果说你欠停车费 300块钱以上 超过一定时间 在4月份开始 这个车辆会来贴一张 欠钱通知单 到了6月的部分 加码在公有停车场 就会广播驱离 不缴钱就不给停车 但是民众看法两极 有的人觉得太丢脸了 不过我认为说 你没有缴钱 所以确实被广播觉得丢脸 你就应该要自己承受 停车用悠悠卡 对 停车过 停车的车 过去还是有很多车主 欠停车费不缴 北市府要寄新招 不只是欠费大户 只要每缴停车费 超过300的车主 6月开进北市公有停车场 就会有广播 照告天下 要你先去缴钱才能来停车 其实我不太接受 很丢脸这样子 有些人可能他不知道他没有缴钱 提醒的作用而已 把他挡住就别给他进去 你等一下进去广播有什么用 他还是停 民众看法两极 但若不离广播坚持停 就可能被查扣车辆 但欠缴金额要定在300 或更高更低 欠多久会有再进一步措施 都还要再延你 不过张贴欠钱通知单 4月就会先上路 路边停车没得广播 北市不会准备 A4大小的欠钱通知单 会公布你的车号 和基欠的停车费 就贴在你的挡风玻璃上 对比现有的催缴方式 用信件通知仍旧会做 实在没者才会强制执行 包括从薪资扣除 包含到扣他的薪水 扣他的股票股息 包含到他的不动产 都可以从做 做车辆的这个查扣 目前北市欠费 300以上的车辆将近8000辆 若每台车都强制执行 将耗费庞大行政成本 但为做到公平 北市府开创新招 就是要把钱都给烤回来 记者林志倩成 进一台北才报道 午餐大家吃了什么花了多少钱 来看到在台南 大家知道很多评价美食 非常好吃 价格多佛心 新银这家无装牌小吃店 肉色饭铜板价 真的只要10块钱 还有一大盘的凉拌猪耳 多才20块钱 肉羹25块钱 有人说一个人200块钱 吃到饱还吃到爆 因为台湾在台北 白饭就要10块 大碗白饭淋上满满肉燥 老板娘手上的火忙不停 接着又要下面 一旁等着点餐的顾客排长龙 几乎每桌都会点上这一碗 只要10块钱的肉燥饭 很便宜啊 烟米家都是15块20块25块 像我这个干面就是25块 铜板肉燥饭引发网友轰动 看看墙上菜单价格太惊人 有人说这样一个人吃200 全到爆 在台北根本吃不饱 怎么可能台北光白饭就10元 就连好喝的红茶也10块一杯 也有人分析 看似不赚钱的佛心价 秘密就在小菜跟切料 刚好这家店最热销的 就是一大盘才20元的凉拌猪耳朵 店家刀工了得 每片都超薄 入口不油腻 我最喜欢的就是吃它的猪耳朵 一半就20块而已 像这一桌10元肉燥饭 20元猪头皮加一碗25元的肉羹 三样也只要55元 谈谈先迎福西美食 还有最佳菜市场的 肉菜面跟炒米粉 都只要15元人手一碗 它的面比较Q便宜 那才50块就可以吃到饱了 菜市场竞争 然后对你现在客人要求的 就是CP值高